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万物静观皆自得 从万物当中我们有一颗谦卑之心 也可以从中领会主事待人之道 那五轮关系第二轮是君臣有义 那君臣这个关系不单是指君王跟臣子 其实在古代它也包含在政府机关 或者人民团体之中 只要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都属于君臣关系 所以从这里去思考 那在目前的社会当中 哪一些地方存在着君臣关系 像我们是从事教育的 所以学校本身就是君臣关系 那学校与教育主管部门 也是君臣关系 还有没有 在企业当中 有君臣关系 甚至于在企业的部门里面 那它也是一个领导与被领导的君臣关系 包含政府单位也属于君臣关系 所以人能不能脱离君臣关系 那不可能 那在古代 连家族里面都有君臣关系 因为古代是大家庭 大家族 所以家族里面都有 威望比较高的长者 他来做家族发展的一些决策 那现在已经很难想像这种大家庭 现在大半都是 哲宗家庭 小家庭 而且小家庭更多 所以以前在大家庭当中 就可以学习这种 领导被领导的 服从态度跟负责的一种胸襟 所以现在孩子小家庭确实很多该学的态度 反而都没有学到 在明朝时代 朱元璋的时候 有一个臣子叫郑联 他们家超过一千个人 一千余口 你看一千余口都可以经营的好 我们现在一家三口都怎么样 都吵架 所以有没有看出勾夫了 差很多 我们从这个比较当中要生惭愧心 顺何人也 愚何人也 这句话你们要放在心上 实时要自我怎么样 不要等着别人来鼓励你 要自我基底 等着别人来 有时候已经英雄气短 来不及了 要自己能够提起精神 提起斗志 明太祖 他对于正联的家族能够期待同居 又能够千余口也很佩服 就请教他 如何经营和睦的家庭 正联就对明太祖说道 要不听复言 不听复言 那看经典 每一句话 你要从他的时代背景来看 你不要看到妇言 我是妇女 马上不大高兴 那接下来两堂课 我看也听不下去了 我们去了解到 古代 女人比较少机会 能够接触圣贤的经典 经典属于理智 属于智慧 那人假如没有增长理智智慧的机会 就很容易心胸比较怎么样 狭窄 那心胸一狭窄就会自私 那一自私 在团体里面就会搞小团体 一搞小团体 团体就失和 所以怨恨从哪里来 从自私而来 所以这个复言的意思 就是不要听那个心胸狭窄人的话 不要听那个要去重伤别人的话 不然这个谣言听下去 团体很可能就开始混乱 那谁是心胸狭窄的人 现在男人心胸也很狭窄 那女人因为 在近代也比较有机会接受教育 所以现在有大丈夫气概的女人也不少 像我们的杨淑芬老师就是 很多朋友跟杨老师见面之后 都说到没有看过这么有气魄的女性 所以我们也要不让古人 不管男女都应该有大道之行也 天下位公的胸襟 那古代这些圣泽人 她的母亲往往都是很有胸襟气度 很有远见的人 但是她们的母亲也不见得适智 那为什么不适智 可以交出这么好的下一代 其实不适智不代表不懂道理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加锋 成传 所以在我们这个年纪 您假如看到很优秀的年轻人 你注意去分析一下 他的加锋一定很好 不然在目前这么染灼的社会环境 是不可能的 有好子孙的 所以很重要的这个加锋 一定要好好去贯彻 去延伸 那从这个正联这一句话当中 我们也体会到 人与人的冲突大半来自言语 团体的分裂 也都是一些恶言 一些谣言所造成 所以有一句诗词就提到 禅言圣莫听 听之祸央节 在古代 君听成当诸 君王假如听了禅言 忠诚都要受迫害 父听子当诀 父亲假如听了别人的谣言 那父子之间的亲情就要破裂了 夫妇听之礼 朋友听之疏 夫妇之间假如听信别人的产业 很可能就要离婚了 有一个朋友 一个女士打电话给我 在电话那一头 一边讲一边哭 她就觉得她的先生很不负责任 她就很受不了 想要离婚 孩子才一岁左右 那等她把情绪发泄完 我就对着她说 我说今天先生错在哪不是最重要 你自己有没有做对才重要 假如你自己都没有做对事情 那你又凭什么资格去说你先生的不是 所以你首先先冷静下来 你有没有把孩子带好 你有没有把妻子的责任扮演好 有没有把媳妇的工作做好 当你真正这里有做好了 那你再看看先生的反应 假如他不对了 你还是依然这么尽心尽力的辅佐这个家庭 保证你的先生会生惭愧心 我给他讲完以后 他就对我说道 他说蔡老师 我还没打电话给你以前 我已经打给我好多的女性朋友 她们都告诉我 非常的实情 一定要用非常的手段 才能解决 所以你看这么多人都给他谏言 都是非理性的谏言 所以我们可不能乱讲话 让人家家庭破碎 要谏言慎心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提到 当初他们建议一对夫妻离婚 离了以后 双方都很后悔 所以他自己也难过到现在 所以不要劝何不劝离 所以俗话也讲 临猜石座桥 不破一桩婚 那朋友听之离 朋友之间假如听性残言 很可能慢慢就疏远 所以堂堂七尺蛆 莫听三寸舌 舌上有龙泉 杀人不见邪 所以言语可以成就一个人 言语也可以造成团体 甚至国家的灾难 所以古圣先贤对于言语的部分 相当多的教会 诸位朋友 您仔细看看 弟子规里面教导 如何说话 说话的态度 说话应该考虑的点 讲了多少 整本弟子规都快要三分之一 跟言语有关 有没有发现 我们看入则孝有没有 有啊 父母呼应勿还 讲话的态度 父母教须静听 听话的态度 再来 亲有过见死根 怡无色 所无神 所以劝诫别人 如何说话 很重要 在出则涕我们看看 言语忍 愤自明 尊掌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矣 你看都是这样讲话 在信的部分怎么样 从头至尾 教你说话 凡出言 信为先 诈与忘 稀可焉 甚至于 比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闲管 不然你会惹祸 上身 所以有一句俗话提到 来说是非者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很有道理 因为有德之人 他不愿意看到家庭团体的分裂 他喜欢和气 所以纵使看到别人的不是 他不会去讲 他只会去隐恶扬善 所谓道仁善 即是善 人知之欲失眠 所以这个谣言 大半都是为了自己的失利 才去对人攻击 所以往后 人家在进禅眼的时候 我们的警觉性要很高 但是我们的耳根怎么样 太软了 所以假如撑不住的话 先离开 不要硬撑 不然一听进去 到时候你再看到 这些朋友 你心里都怪怪的 所以他在批评的时候 你可以叫他不要说了 假如你的辈分比较低了 你就离开吧 好 那除了不听禅眼 在团体里面很重要之外 这个明太祖 还给正联考试 拿了两颗大水梨给他 看他两颗水梨 怎么分给一千个人 所以 正联带着两颗水梨回去 明太祖还派了两个警卫 两个高官跟着 正联回去他们家 偷偷观察 正联回到家里 不急不许 吩咐下去 拿了两颗大水梗 然后分别 把两颗大水梨砸碎 把这个汁完全融入水梗的水中 一边一个 那等都完成以后 就告诉所有的亲人 说到 每一个人摇一碗来吃 这样公不公平 很公平 所以其实我们静下来思考一下 当今天我们偏爱某一个亲人 然后把东西藏起来准备给他吃 你的内心舒不舒坦 舒不舒坦 不舒坦 他吃的痛不痛快 也不痛快 那这事干嘛干 而当正联这么做的时候 他最亲的嫡传子孙 对他是什么态度 佩福啊 哇 你看 爷爷这么公正 对于亲戚关系 比较离他远的这些亲人 看了以后怎么样 更感动啊 所以你看我们跟这个正联的关系离那么远 他对我们还是一视同仁 所以整个家庭就怎么样 凝聚力就特别强 但是人就很难突破这个公平 像在团体之中就容易分党分派 其实在分党分派当中啊 人就是情感在用事不理直 当下其实啊 人生就会越过越不坦荡 所以在念书的过程啊 同学也在 你是这一边的还是那一边的 我都两边都不想站 所以当一个团体 比方说主管做错事 就会有一派啊 还是依然拥护他 帮他的过失怎么样 掩盖 然后另外一派呢 就攻击 那其实啊 真正帮这一个主管啊 演过是非的 是不是真正爱护他 不是啊 害了他 今天这个主管犯了错 他假如能够全然正视这个错误 那他成长了 那另外一派对他有意见的人 也因为他全然去认错 去承担啊 反而怎么样 对他的态度会转变 而这一些反对他的人 其实其中啊 必然有很多的什么 忠诚啊 这个主管 假如没有好好的去 珍惜这些人的正直啊 那他会 很多事情越看 越不清楚 所以在团体之中啊 我们要藏宝 冷静 才行 不然你一味啊 袒护他 并不见得啊 对他有真正的 帮助 所以 劝诫别人 时时要提醒他 反照自己的过失在哪 我们这样去劝人的时候 就不容易啊 出差错 也不会有流弊问题 反而你跟他在谈的时候 都是只看别人错在哪 他那种情绪情感 就会波涛 到最后他的决策啊 就很难脱离啊 意气 用事 而团体啊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当我们意气用事 而把共同的目标啊 舍掉了 那这样就没有尽我们的本分 这样福分也怎么样 也在其中啊 折损掉 所以今天我们是为人主管 有这样的名啊 不是拿来炫耀的 有这样的名啊 他背后还 含有一个重要的责任所在 所以 唐太宗的 臣子 一些在他身旁的人 就跟他讲 这个天子啊 无所未淡 没什么好怕的 唐太宗就对他们讲 我怎么会没什么好怕的 我是啊 上位 皇天之见底 我对上啊 战战兢兢 生怕上天啊 对我的责罚 假如我做得不好 一定会得天见 下旦 群臣之瞻仰 我对这些臣民啊 时时想着 他们这么信任尊重我 我假如不好好的做 也对不起他们 所以一般的人觉得 这个皇上很好做 其实真正的民君啊 他是战战 紧紧 他不是看到这一个 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是在这个地位的背后的责任 他时时不敢忘怀 那刚好 唐太宗这一段话讲完以后 魏征就接话了 他对着唐太宗说 此臣自治之道 皇上啊 您刚刚这一席话 真是天下大致的 关键所在 他接着魏征又说 望陛下 圣中如死 就是希望陛下 这一念心啊 能怎么样 坚持到啊 最后 所以魏征讲话实在很有学问 他先呢 唐太宗一讲完呢 先给他肯定一下 哎呀 陛下 你这一段话 真是天下大致的方法 唐太宗很高兴 接着又给他一句叮领 希望你能够坚持到底 所以魏征跟唐太宗这个君臣的相处之道 确实是一门大学问 有一次 魏征就对唐太宗说道 他说啊 我不要做忠诚 我要做良臣 那唐太宗很好奇啊 你为什么不做忠诚 要做良臣 接着魏征就说道 他说忠诚啊 都会被杀头 所以我不做忠诚 我做良臣 那唐太宗是聪明人 他听完以后啊 哈哈大笑 在笑的当中啊 因为他也是宝读诗书 突然想到 忠诚都被谁杀的 被暴君所杀 所以你看魏征在言语当中啊 这个是刚柔碧迹 提醒唐太宗 你假如杀了我 你就是什么 暴君 所以这一集画下来就有免死金牌 那唐太宗啊 能够创唐朝的盛事啊 也绝对不是偶然 不单啊 要有自己的德行 还要有很多啊 贤臣的监督 毕竟一个人所见所闻 不可能面面俱到 所以为人君者啊 必须有相当的度量 接受啊 臣子的劝谏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臣子 进来 觐见唐太宗很多的过失 在讲的过程 唐太宗也没有生气 当这一位臣子离开以后 旁边的大臣就说道 说皇上啊 你刚刚怎么都没有制止他 他讲的根本都是 不真实的 接着唐太宗就说道 假如今天我制止他 不能再讲 那消息一传出去 可能会传承 皇上不接受大臣的谏言 跟禁见 那到时候啊 就没有人 敢来对我直言不讳 所以唐太宗啊 也想得很深远 广纳 这种忠诚的谏言 那唐太宗也曾经 询问过 魏征 为君之道 魏征也告诉唐太宗 一定要 兼听 则明 一定要广纳雅言 偏听 则暗 假如你只听某一个人讲什么 很可能啊 他的言语 就会把你的视线 通通都遮盖住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 历代很多王朝 滅亡之前 他的皇帝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像秦朝 到二世的时候 造高 专政 所以天下大乱 大乱啊 皇帝都不知道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朝代 都是皇帝啊 只听某一个人 某少数人讲 所以把事实情况啊 完全 置之 不理 这样 国家 就完蛋了 所以今天您经营一个企业 必然也要 多听 各方的 意见 深入了解 情况 才不会做出啊 错误的 决策 那除了 臣子的 建言之外 唐太宗也相当幸运 娶了一个很好的皇后 长孙皇后 所以每一个民君的背后啊 大半都有一个好的伴侣 所以俗话说啊 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都一定有一个 成功的女人 因为啊 跟太太啊 处得最近 太太假如心胸狭隘 很多的残言 就很容易进入主事者的耳中 所以有一次 魏珍啊 对唐太宗很严厉的批评 当然唐太宗也有情绪 所以他很生气 一路走回来啊 就 骂子说 我一定要杀了他 气死我了 被魏珍气的火冒 三丈 结果一进到 住的房间 这个长孙皇后看到了 马上擦颜观色 一定是被魏珍气的 所以这个长孙皇后啊 就回到他的寝室里啊 换了 非常正式的服装 都是啊 国家的正式 庆典的时候才穿的 穿好以后啊 就到 唐太宗的面前 然后跟唐太宗行礼说道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唐太宗在气头之上 看到自己的太太穿的那么正式 还恭喜他 就一头雾水 接着皇后就说道 一定是有明君出现 这个臣子才敢直言不讳 唐太宗一听 明君出现 谁是明君啊 这个马屁拍得怎么样 恰到好处 所以 唐太宗马上转怒 微笑了 所以确确实实 一个人要建功立业 绝对不单是自己的能力 身旁啊 有多少人的相助 才能成就 所以唐太宗啊 也常常都提到 就是有身旁这一些臣子 给他的协助 才能把国家 大事办好 所以 领导者 也要实时啊 能够让公于众 把功劳啊 应该给谁 给所有付出的部署 当有成就了 通通都说是自己功劳 当出事的呢 都是骂底下的人 这慢慢就会啊 失去人心啊 最后就闹得 那众叛清理都有可能 所以孟子啊 也提到 天使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所以你能注重人和 能让公于众 这个时候啊 就与道相合 那得道者 就多住 失道者 就寡住了 那寡住到了极点会怎么样 亲戚叛之 连亲朋好友都拟拟而去 那多住到了极点会怎么样 天下归之 您真正有道德学问 天下的人 都成群结队 来啊 依靠来效法 来归顺 所以这样的情况 在古代啊 有贤君出现的时候 特别的明显 所以大顺以孝以德 感动了全国人民 感动了全国人民 所以对他非常支持 那周文王 因为仁慈之心 天下 都以他为首 来归顺他 那有一次 是在做一个建筑工程 刚好周文王来巡视 那在 工作的过程里面 挖到了一些骨头 工人随手把它放在旁边 周文王一看 马上 马上 就把这些骨 骨头 埋葬好 把它 立墓碑 所以这样的举动 让他的臣敏很感动 我们的文王 连对死人 都这么恭敬 更何况 是对活着的人 所以我们念念当中 是否与道相合 都是人心 所向 还是所违背 都在我们的一言一行当中 所以 除了 要能让功于众 要能实时 广纳亚言之外 领导人 还要实时 有一个自我 检讨的态度 就是 检点自己的修身功夫 姚帝有一次 走在户外 刚好看到两个 人民犯了罪 被关起来 正要押送到监狱 姚帝一看 就很慌张 就跑过去 对着这两个人民说道 他说你们是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 犯法了 两位人民就提到 因为上天久汉不语 所以 我们已经饿到 没有粮食给家人吃 所以不得已 去偷了人家的东西 犯了罪 姚帝听完以后 就对着 押解犯人的士兵说道 你把他们两个放了 把我抓起来 当场大家都很错愕 怎么君王 自己要 要求 受刑 接着姚帝就说 我犯了两大过失 第一个 第一个 因为我无德 所以才赶来啊 久汉不语 第二个 因为我没有把我的人民教导好 所以他才会去偷人的东西 所以这是两大罪状 那当姚帝啊 这种自我反省的言语啊 才结束 突然之间 天空飘来了乌云 当场啊 就下了大雨 所以我们看到 古代这些圣泽人 为什么有这么多感应 原因在哪 在他们自成的心 忏悔的心 那我们为什么感应这么少 诚心 比不上他们 而当姚帝有这种自行的心 他是一国之君 所有的人民一听闻 君王有这样的态度 一定都会很感动 所以人民自然而然 都注重自我反省 注重尽得修业 所以当人民起了这样的善念 整个国运就怎么样 转变过来 所以中庸提到 国家将心 必有真相 而领导人尽得修业 对于全民的影响 就是风行草野 得风一吹下来 人心很快就改善 所以在商朝 商汤 也提到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天下有过失能 都在谁 都是我没做好 所以这一些 圣君能够啊 名垂千古 确实不是偶然 所以 这些民君能感动 一个国家 那诸位朋友 您能不能感动一家 能不能用我们真诚的心 来感动 所以我们时时啊 有反省的态度 时时啊 能够以身作者 连国都可以感动 可以扭转 更何况 只是一个家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君主的德行 也要弃而效法 所谓生修 而后 佳祺 佳祺 而后 国治 国治而后 天下平 所以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是几件事啊 一件 今天你生修了 家庭和乐 夫妻 恩爱 邻居亲朋好友看的会怎么样 很羡慕 你就开始开班收客 为人演说 真是如此 人都有向往美好的一份心 只是他没方法 那你演得很好 他就很有信心 他会企而效法 那今天 您在 比方说 你是在商业里面 你把商业经营得很好 你的员工 向心力 还有整个 企业的文化 都非常的理想 其他同业 其他商业界的人 会怎么样 会来跟你取经 这个时候你就告诉他 经营企业 一定要有社会责任 然后你就要把同仁堂的故事告诉他 企业如何能三百多年不衰 只要是 人对社会时时有一份 奉献的心 福报 就想不完 我们也常常看到 一个人也好 一个家也好 一个国也好 都会有 圣 跟什么 衰 那你有没有看过 常胜不衰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常胜不衰的家族 有没有 有啊 孔夫子的家 范仲淹的家 林哲许的家 曾国藩的家 有没有 常胜不衰的国 很难 为什么 因为 他还有一丝的私心 所以越没私心的 朝代怎么样 越长 越有私心的 朝代越短 所以你看 所召感来的都是 纯心 而孔夫子跟范仲淹 确确实实做到了 没有私心 所以他 常胜不衰 所以我们要学 要学什么 学常胜不衰 而从历史当中 我们也明白 以武力 治天下的相当的短 所以秦朝十多年就灭亡 那以仁德治天下 周朝多久 八百多年 所以你看 地址规有没有把 治理国家的方法讲出来 有没有 你们可不要小看他 治国平殿下都在其中 是福人 心不燃 所以用武力 迟早 水可以在周 亦可以覆周 礼福人 方无言 所以你用德行 才能够让天下的人心 归宿 而周朝八百多年 根基在哪 还在修身 齐家 所以周朝 最好做的最好的就是孝 跟剃 入则孝 出则涕 而当 国君的家庭里面 能够力行这些德行 丧行就怎么样 下孝 所以大学里面提到 一家人 一国新人 一家让 一国 新让 一人贪力 一国 作乱 所以周文王对待他的父亲王继 非常 孝顺 所以周武王 对周文王 也非常的孝敬 所以我们 那个 成则醒 婚则定 这是谁做到的 周文王 一天早中晚三次 问候他的父亲 那周武王 当周文王生病的时候 他每天在侧 侍奉汤药 十二天 没有把帽子拿下来 一直都陪伴着父亲 由于这一份孝心 后来父亲的身体 也好了 不只做到孝 周朝 周朝 兄弟的友爱 也做到极点 弟子规说 财物亲 怨何生 言于忍 奋自明 周朝 让财物呢 让到什么程度 兄弟之间 连天下 都能让掉 所以当周文王出生的时候 他的 祖父 太王 看了这个孙子 有圣哲的面相 所以就讲到 这个孙子以后 一定是一代圣君 他的两个伯父 听到 父亲这么讲 就是他的两个伯父 一个就是太伯 一个是重庸 所以听了以后 马上 借着要帮 父亲采药的名义 就上山去 一去 就不回来 而且 还在身上闻身 闻了身以后 就不可能 再回国来 担任君王 所以因为 他这样的举动 所以 皇位 就传到了他的三弟王纪 进而又传给了他的侄子 周文王 所以 泰国重庸 这一让 成全了 父亲的心意 所以尽了孝心 然后兄弟之间 连天下都让出去 这个替也做到极处 所以不止有孝有替 还有什么 还有忠 忠于谁 忠于天下人民 因为他让出了一个圣军 让天下 大致 所以孔夫子非常佩服 泰伯仲庸 说他们是德之志 德行到了极点 才能够做出 这样的行为 而这个泰伯仲庸 后来也到了 吴国江南一带 也在那里做了领导人 继续教化一方 所以确实 一家人 一国 新人 一家让 一国新让 所以诸位朋友 把一个团体国家治理好 你不要把他想得太复杂 我们在厦门讲课的时候 刚好 遇到了 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师 他听课听到最后一天 他也上台来分享 他就说到 他说我来听了 五天的课 我终于明白 德行的根本 在孝道 因为这么精辟的教诲 确实只在经典里面 那他接着又说 他说 我的体会很深 他对于孝涕的重要性 他有体振 因为 他们那个村落 完全都姓吴姓 全部都姓吴 他们那一代出了 107个后代 结果有106个大学毕业 其中有一个没有大学毕业 是已经考上大学 后来因为某些因素没有念完 所以他下一代的素质 所以他下一代的素质怎么样 相当的优秀 接着他又说到 这件事绝不是偶了 他说他们家这种 乡里面 大年初一 不是出去玩 他们这一些同辈的人 通通通都是陪着父母 到寺院烧香 所以这做到了什么 孝道 亲所好 立位局 然后陪父母回来以后 第二个动作 是到各个家里面 去跟长辈拜年 这做到什么 T 所以对 长辈 都很恭敬 所以这个 恭敬心就形成 然后 拜完年以后 他们这些年轻人 一起到 小学里面 他们那个村落的小学里面 一起讨论 今年 每一个人在学业上 还是在事业上 有什么收获 有什么体会 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做到的什么 好学 所以好学 尽乎智 所以能够有这么齐的后代 绝非偶然 所以孝涕确实是传家之本 不只是传家 不只是传家 也是传团体 传国 这根本 所在 所以修身自然就能够 齐家治国 平天下 所以 我们时时 能够有所关照 那孟夫子 也对于君臣关系 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 很好的教诲 他提到 君之士臣 如守族 责臣 责臣 士君 如负心 你把你的下属 当守族一样对待 那下属 就把你当 心腹一样看待 君之士臣 如犬马 假如你对你的下属 只是觉得说 反正我付钱给他 对他也没有太多尊重 把他当犬马一样使唤 那 臣之士君 如国人 他也觉得你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 所以你看现在 这些员工 一到五点 五点半 再多一秒钟 他也怎么样 不干 除非你给我什么 加班费 所以根源还在哪 还在为君者的态度 君之士臣 如土贱 你很亲事你的下属 他们责臣士君如寇丑 他们把你当作土匪一样 所以你看很多人在查鱼饭后 都在骂他的老板有没有 那个吸血鬼 所以 得不到下属的尊重 反过身来 检讨自己 所以有一个老板 他经营的是律师事务所 他说他还没有学圣贤教诲以前 常常 心里都想 这一些部署应该尊重 但是 他们这些部署还是很难对他尊重 所以他也 蛮心里不大平衡 后来学完以后 他的态度不一样 时时想着 应该给予部署什么样的辅导 什么样的支持 所以他脑子里 从只求别人尊重他 变成看到别人的需要在哪 所以过了没多久的时间 他跟部署处得很好 常常出去 也会带些当地的土产 回来给他的部署吃 所以公司的气氛慢慢 就很和谐 结果以前求人家尊重求不到 现在念念为人着想 也不想员工尊重他 结果员工反而对他格外的尊重 所以 孟子这三句话 也提供我们每一位 为人领导者 多多去思考 所以 为人父 为人师 为人君 都应该时时有 反观自行的能力 所以现在也有一个现象 当父母的人觉得孩子很难教 当老师的人觉得学生不受教 当老板的人觉得员工 很不听话 所以问题都在谁 都在别人 都不干我的事 好 原因到底出战呢 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讲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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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